不過你想像一下 你在一個種滿樹的山邊 鋪一層石屎 最初鋪一層石屎是灰色的 除了時間變了灰黑 如果你在外面看 就不是那麼美觀 我們做了兩三年的研究和現場的試驗 就發展了一種叫做泥釘加固斜坡的方法 打一些鐵礦資進去 我們叫做泥釘 麥克風 学院同仁 将以受勋效动和支持显达 为学习的典范 继续全策全力 发挥一贯的团队精神 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 我非常之高兴 能够今天参加这个组合会 能够得到这个这样的加冕 那自己是觉得很惭悲 相信来日我们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珠海同工 也都会得到特区政府的特别的加冕 我想用四个字可以形容 能够得到这个奖之后的心情 头头的两个字就是惭愧 第二就是感恩 为什么有些惭愧的感觉呢 就是我认识的好朋友之中 很多都是长期尽心尽力地 为香港为社会服务的 他们也都真的做了很多很优秀的成绩 那我能够得到这个奖 我就觉得有点惭愧 因为值得拿这个奖的人呢 很多的 比我做得可能更好 更多的都有 所以是有点觉得惭愧 过去四十年呢 刚刚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 特别是开头的时候呢 就很需要呢 将外边的技术 外边的一些相关的经验呢 引入中国来推动中国的建设 那我就适逢其会 很虚幸地呢 就能够去参与这些工程建设 包括三合 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 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师 那有一句话叫做 甘为人梯 那意思呢 我们呢 尽心尽力地去培养优秀的人才 希望这些优秀的人才呢 做得比自己更好 事实上也是这样 我就过去三十多年呢 就帮清华大学 就做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这些都是严慕工作来的 那我就发觉呢 很多学生呢 做得比我当年更好 那这个所谓甘为人梯呢 就是尽心尽意去培养一些优秀的人才 希望他们做得比自己更好 在国家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呢 能够参与 能够做一点点贡献 那这件事呢 莫言回首呢 实际上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事 2015年呢 那当时呢 那当时呢 我叫他做老师生 因为他今年上百岁了 那就算2015年呢 他都九十多了 那他呢 就很希望呢 能够有人呢 就帮他接手 扮好珠海学院 那于是呢 就邀请了徐立芝和我 就参加珠海的校董会 那于徐立芝呢 就做了校务委员会主席 就是College Council的Chairman 你今天都听到他说了 那我呢 就帮国康老师生 就接了他 他本来是校监 那他九十多岁了 他不想做那么辛苦的事 那于是呢 我就代他做校监 那样的 那当时的环境呢 就是 香港那个出生率呢 就一直下降中 所以本科学生的数量呢 就渐渐少 那我们当年呢 建议珠海学院呢 就多些开发碩士的课程 那从那一年代开始呢 到现在呢 珠海学院有十几二十个 一个碩士的课程 那为什么需要多些碩士的课程呢 因为现在做各行学业呢 有时只得过大学的学士学位呢 都未必足够有竞争力 可以升级啊 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那更多的本科毕业生呢 希望读多个碩士 这件事呢 不但香港是这样 内地也是这样 内地也是这样 每年有千多万的本科毕业生 那如果他们能够读到碩士呢 对他们的稳工和发展都很有帮助 那珠海学院呢 于是呢 就陆陆续续开办碩士课程 文学院是这样的 商学院是这样的 文学院又开一些MA的那些 商学院是MBA 这个金融财经的碩士 理工学院呢 例如 不论是土木工程 乃至建筑 都有碩士 电脑也都有碩士 包括人工智能 这些科 都很受欢迎 所以呢 现在 今时今日呢 珠海学院那些课程 都很受欢迎 每一科呢 都有 有时整个千人申请 你只能够收一百多十五只女 所以呢 就反映呢 社会实际上是有这个需要 那我们期待呢 珠海将来呢 会继续呢 在这个 碩士课程方面呢 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那就能够在 在北九的将来呢 正式升格为大学 那我本人呢 就是六十年代 后期在香港大学读书 那时呢 就 香港大学之外呢 就有中文大学 都是刚刚成立 那个年头呢 加起来呢 所有香港的大学生加起来呢 都是二三千左右 今时今日 我们有四千多万的大学生 每年有过千万的大学毕业生 那就是过去那几十年呢 基本上就是高等教育 由一种小众的精英教育 变成一个相当普及的制度 九十年代中业呢 政府就委托我们呢 去研发一个呢 能够跟着香港这个山泥傾射问题的方法 那之前呢 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呢 他们用的方法呢 就是在斜坡上呢 铺一层石屎 那铺一层石屎的用意呢 就是将那些雨水和那些斜坡里面的泥隔开 那便不要让那些雨水浸入那斜坡 那这个方法呢 就大致都有效的 不过呢 就 你想像一下 你在一个种满树的山边 那你铺一层石屎 最初铺一层石屎呢 就是灰色的 除了时间呢 变了灰黑 那如果你在外边看呢 就不是那么美观 那我们呢 就做了两三年的研究 和现场的试验 那就发展了一种叫做泥钉 加固斜坡的方法 打一些铁钢子进去 就我们叫做泥钉 那就将这些山坡上的泥土捆在一块 那它就不会倒下来 那打泥钉的好处呢 就是打完泥钉呢 你一个斜坡 只有一个很小的钉头 那你可以在整个斜坡上呢 再种草种树 或者种什么都可以 那所以呢 种完草种完树之后呢 你就根本看不到那些钉 那你只能看到那个 绿油油的斜坡 那斜坡呢 由于用了泥钉加固呢 它就很安全 不会倒下来 但是因为它上面又有树 又有草 所以又显得很环保 那就是有安全又环保 那我们就建议用这个方法 政府就90年代开始接受这个方法 那于是呢 就在香港各区呢 将数以千计 可能是数以万计的斜坡 原先那层石屎呢 就打破它 然后就铺些泥钉 就再用这个方法 那过去十几年来呢 你似乎在报纸或电台上 听不到说 因为斜坡呢 就有人命伤亡 或者是重大的物业损失 那些东西 那这个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其实隋立芝和我两个都叫做老乙工 年纪比较长的乙工 我们就在加拿大的时候 就是老人院的乙工 为那些奇婴服务 也都办过中文学校 现在都还有的 当年的中文学校有千多学生 有几十个老师 那些通常是周末给那些华侨子弟去学中文 我后来就回来香港工作了 就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 差不多每个礼拜都有一两天 就回内地的 如果不是三峡工程 就是西南地区 譬如四川 在雅龙岗上 有一个叫移滩工程 一二个移 那条河叫做雅龙岗 是长江上游的一个支流 那这个雅龙岗的流域 就叫做大小梁山区 由于在那里出入多了 就接触到当地很多的居民 我们看到西部山区 有很多很贫困的地方 那时就成立了一个助学基金 助学基金有几方面的活动 一方面就是提供奖助学金 又帮助西部地区的中学生 能够升上大学 他去明根大学也好 大概每年有二三千个名额 做了二十几年 都有几万学生实位 那个年代 也有些地方需要建学校 我们也做一些 类似希望工程中小学的建校 分三级付款 开工的时候就是三分一 做了一半 有三分一 完成后就是付三分一钱 那由于我们做那个助学的计划 就包括西部地区一些学校 譬如包括梁山民族师范 西昌学院 西昌旗就是梁山 这些二线的学校 地区的大专院校 那些不如有些人帮我们 去这些山区的新建学校教书 那学校也有宿舍 我刚刚在宿舍就有些西昌学院的毕业生 或者是梁山民族师范 又做老师也做了宿舍的保姆 因为照顾孤儿 那些梁山孤儿呢 过去十几年呢 我们大概罵到四千七百多个 放在不同的学校 他们很多都读完了 由小学就升到中学 有些就去全国各地升学 偶尽有少量来香港读碩士 也有 梁山那些小朋友呢 特别是女同学 读书都很优秀的 有些后来做了医生 那我们都很开心 为香港培养优秀的人才 为国家培养一些优秀的人才 能够做一些贡献